诚心之光的好朋友们平安 在这里要跟大家预告 诚心之光即将在9月份要上线的精彩节目 大家有收看寇牧师最新的严禁系列 启示录吗 9月8号和9月22号 我们将进入到第三和第四集 牧师会带着大家查考和讨论天上的宝座 和被高升的基督 以及七印之灾 你还在启示录中挣扎读不懂吗 寇牧师的严禁系列绝对是你的好资源哦 9月1号恩爱婚姻系列即将进入到最后一集 基督徒怎么样看在婚姻中的爱情出走 在今天性自主、性开放和离婚率居高的时代里 基督徒要怎么面对婚姻出轨这个议题呢 基督徒如果在婚姻中经历很多的伤害和痛苦 难道只能一味的忍耐和饶恕吗 准时收看第四集的恩爱婚姻系列 相信你会收获满满哦 在9月15号和9月29号 许多观众期待了一阵子的 绍涵牧师线上信息就要上线哦 这次寇牧师要和大家传讲的信息是 人生的终极四卷还有终极四卷的解题 身为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终极的审判 我们真的清楚审判内容是什么吗 在今生我们能否认清目标 从而活出一个有方向有意义的人生呢 我们能否做好这份终极四卷的准备呢 这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太重要的信息了 记得准时收看哦 成亲之光亲子频道在9月份 也有很多有趣的好节目要上线哦 9月4号要播出 还是要问的第二集 寇牧师要来回复一个 很多小朋友都想知道的问题 如果我心爱的宠物死掉了 他们会上天堂吗 你身边的孩子 有没有问过你同样的问题呢 那你知道怎么回答吗 9月18号 母母我该怎么办 这次小朋友又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当别人欺负我 难道我不能欺负回去吗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真的有错吗 身为父母 我们要如何教导孩子处理 自己被欺负的情况呢 难道做基督徒 就只能够傻傻地受委屈 白白地被欺负吗 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做法呢 爸爸妈妈们 记得带着你的孩子 准时收看这一集的 母母我该怎么办 9月份的母母圣经故事 将会在9月11号和9月25号播出 小朋友听完了 雅各片哥哥以嫂的故事 觉得这对兄弟还能和好吗 第4集里 母母终于要讲到 雅各和以嫂故事的完结篇了 绝对不要错过哦 第5集我们要讲到 在圣经旧约中一个非常顺服神的男孩 但以礼的故事 他的国家被灭亡 然后他被带到一个人不相信神的地方 但以礼要怎么样继续遵从神的旨意呢 但同时又要生活在这个人不要神的新地方呢 这是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会觉得精彩的历险记哦 这么多优质好节目要在9月份上线 请大家订阅 陈欣之光 Light of Morning Star Studio频道 和陈欣之光 亲子LMSF Kids频道 记得按下小铃铛哦 陈欣之光 希望能陪伴大家 终于圣经真理 活出光年生命